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又找小周要了一把解剖刀 剖开一小块表皮检查起来 发现皮肤很脆 血管里面的血也已经被烤干 这明明又是焚尸和烧死共同具备的特征感 我只能说这具尸体从头到尾都充满了矛盾 烧死与焚尸的判断是武作和法医学上的一大难题 宋家先祖大宋提醒官宋慈在世的时候 曾经用焚烧活猪和死猪做饰验 以观察两者的区别 可是这两具尸体既不完全像是烧死 又不完全像焚尸 让我感到疑惑的同时 心中又产生了一丝微微的兴奋 这就像喜欢数学的人碰到一道难题一样 我这个人内心确实有点变态 我在死者身上嗅了一下 有一股略微刺鼻的味道 但不像是汽油 煤油 酒精这些常见的助燃物 我不能确定是什么 便把刚刚切下的一小块表皮交给小周 叫他带回去做两项化验 一是助燃物的成分 另外一个是血液中碳氧血红蛋白的含量 碳氧血红蛋白是人在极度缺氧环境之下 血红蛋白与氧结合形成的产物 超过一定的量是会致命的 这是判断烧死焚尸的重要指标 其实这是可以单纯凭借肉眼来判断的 体内含有过多的碳氧血红蛋白 湿斑会争现出一种鲜红或者樱桃红 但是这两具尸体都不是 我让小周化验一下 也是为了保险起见 毕竟这两具尸体有点诡异啊 我还切了一小块阴物 让他看看阴物或者体表 是否有残留的相同的助燃物成分 小周把样本装进塑料试管 笑着说 葬老神探 你是不是又忘了什么呀 我忘了什么 我纳闷的说 DNA呀 这么重要的东西不化验一下 我笑了 这种小玩意儿还需要你来提醒我们 我说 现在还没确定死者身份 化验DNA毫无意义 只要这个功夫 你明天跑一趟南疆市的雅克医院吧 说着 我摆开年龄较大的死者口腔 叫小周看一下死者嘴中的两颗旧纸 他打着手电筒照了唱 就说 是个有钱人哪 笑得金牙呀 我纠正说 什么眼力呀 这是八斤考词牙 小周仔细看了一下 恍然大悟 对对对 我看错了啊 确实不是黄金 八斤考词牙 是一种相当高档的假牙 价值甚至超过金牙 我觉得 南疆市做这种牙的因缘 不会超过五家 让小周顺便做个牙模 这样呢 死者身份就确定下来了 至于另一个人 就让刑警慢慢走访吧 知道其中一人的身份 就可以顺藤摸瓜 打定到另外一个人的身份 事后再用DNA 最终确定身份 小周愣愣地看着我 我问他怎么了 对我一见钟情了 小周说 松阳 你武俗和法医兼修 我感觉啊 你要是去考试 肯定能分分钟拿到法医资格证 秒杀一大群 资深老法医啊 我笑了 我要什么资格证啊 现在不一样在破案吗 赶紧去吧 没别的事了 没了 指纹和毛发我来提去 留一部紫外线灯给我 技术组先回去吧 我摆了摆手 等技术组离开之后 黄小桃笑眉眉地看着我 你发号施令的样子 挺有发的嘛 要不这次专案组组长交给你吧 不 我就不阅组带跑了 还是邪天子 以令钟侯比较自在 哟 你说我是天子呀 原来我在你心目中 是凶巴巴的武则天哪 我赶紧解释 武则天可是个大美人哪 我就姑且收下 你这句夸奖了 黄小桃转怒微笑 我把耳朵贴在尸体身上 还是听鼓变音 属于卫生考虑 垫了一张纸 一般来说 烧死的人内脏会有一些变化 比如肺部冲血 汽水泡 肾脏肿大等等 但是这两名死者 并没有这样的特征 另外我通过内脏的变化判断出 死亡时间大概是十天左右 我让黄小桃给我一把剪刀 当我剪开其中一名死者的衣服时 发现一件令人震惊的事情 死者的衣服 内衣和烧焦的表皮 完全粘伏在一起 竟然很难切下来 我得出一个结论 死者是穿着衣服被烧死的 黄小桃惊讶地捂住嘴 可是他们的衣服一点也没损坏 这难道是传说中的人体自然 人体自然是世界十大未解之谜之一 曾经有一位老人躺在床上睡觉 子女闻到一股皮肉烧焦的味道 掀开被子一看 老人身体已经有一半烧成了灰 可是棉被却完毫无损 外国也出现过好几起 关于人体自然的报道 受害者正在逛街 身上突然冒火 熊熊燃烧起来 路人用水管灭火之后 受害者倒地不动 解剖却发现身体内部 全部烧成灰了 还有一个女人 在教堂做祈祷的时候 突然跪下来不动 周围人一开始没有发现什么 后来发现她口鼻冒烟 惊讶地发现 她已经被烧死了 她的内脏全部烧成焦炭 皮肤却是完好无损 想到这里 又联想到这两具尸体的种种诡异 我长叹一声 很难说呀 黄小桃笑道 第一次看见你被难住 挺意外的 我讽刺说 你还在惊灾乐祸 破不了岸 又不是我被骂 对了 你的小跟班呢 我叫他回趟学校 取东西去了 说曹操 曹操就到 王大力提着一包东西 兴冲冲跑了上来 见到黄小桃 先谄媚几句 然后把东西递给我 我取出听古墓 仔细地在尸体身上 再听了一遍 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发现 这阵子 我把验尸伞修好了 我把它撑开 准备查查有没有外伤 叫王大力替我掌灯 只见紫外线光芒透过红伞 在尸体身上 镀了一层浅红色 我慢慢转动 可是转弯一圈 也没在尸体身上 找到任何的外伤 衣服上倒是有些指纹 但看上去是他们俩自己留下的 我叫黄小桃 找部相机过来 全部拍下来 我把验尸伞收了起来 抱怨一句说 我什么时候能碰上一个 老老实实留下指纹的凶手啊 黄小桃俏皮地说 你嘴上这样说 真遇上那种普通的案子 你肯定又觉得无聊了 我笑道 你怎么这么了解我呀 姐 姐还吃不透你的小性格呀 王大力在旁边一脸震惊地 看着我们俩互动 惊讶地说 可以啊 你俩现在都不分场合了 一上来就塞我一嘴狗粮啊 黄小桃兴眼圆睁地说 再胡说八道 把你靠起来信不信 小桃姐姐饶命啊 王大力抱头鼠窜起来 然后我们去另外一个房间看了一下 在两个睡袋附近 也找到一些指纹和头发 一一取征 我转动红伞 往地上照 地上脚印很凌乱 尚能识别的就让黄小桃全部拍下来 带回去做比对 其中有两双脚印 应该是死者穿在鞋留下的 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死者当时似乎遇到什么恐怖的东西 所以惊慌地从这个房间逃到另一个房间 结果还是没能逃掉 被活活地烧成了焦炭 就在这时候 楼下突然传来一声惊哮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阴间审探 想听到更多精彩有声故事 可以关注我的喜马拉雅账号 有声的紫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